老人鞋销量网再呈被执行人 年内两度被执行 金额累进3000万 号称着力打造中国专业老人鞋领导品牌的足利剑 又呈被执行人 9月18日消息 AI财经社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了解到 近日 虽现足利剑鞋业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 案号月1881直3604号 执行标的1816696元 执行法院未应得是人民法院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足利剑首次成为被执行人 天眼查显示 足利剑成立于2017年12月 法定代表人张经康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